台南安平區漁光島是熱門的觀光景點 但通訊不加 手機常常收不到訊號 地方上申請或核准 也完成設電信聯合基地台 但因為地點就距離學校 只有一百公尺左右 是引發了家長的反對 要求基地台移動地點 一早來到台南安平漁光島 大片樹林讓人心曠神疑 不過一載國小漁光分校 對面的樹林當中 露出一座約十層樓高的基地台 距離學校僅一百公尺左右 更正對學生上課的教室 讓家長非常反對這個選址 家長進一步強調並非反對基地台設立 不過選址地點應該慎重 由於台南安平區漁光島 近年來已成為觀光熱點 但通訊不加 手機常常打不通 居民反應不變 甚至也影響救災 因此在地討論之後 決定找尋地點設立基地台 但沒想到遭到學校家長反對 家長組聯盟要求變更位置 也有家長表示 設置在校門前和校內 並無差異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也將在四號開協調說明會 盼望能夠找到平衡的辦法 記者文正恆 台南報導